贾跃亭开资许家印,现实把农夫女蛇,江德斌,乐视创始人贾跃亭先让地产大佬,熊创中国董事长孙孔斌,承认了150亿元的投资失败,逐渐又要和另一地产大佬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决裂。 10月7月晚间,恒大健康公告称,贾跃亭时机控制的FF原股东FFTOP Holdings Limited在10月3日,向香港仲裁中心提出仲裁,要求剥夺恒大作为股东享有的有关融资的同意权,并解除所有协议。 恒大在公告中称,FF原股东在7月份提出,恒大此前投资的8亿美元已基本用完,要求恒大在提前支付7亿美元,很多人尽管不喜欢贾跃亭,却着实佩服他的坑有本事。 从乐视系到法拉比未来,贾跃亭在利次融资纹里,都能拉到了多位商界大佬,民企投资,并主动公开为其站台摇旗呐喊。 而从这两年的乐视败局来看,贾跃亭不仅坑了大量反护,也将民众商界大佬拖下水,令其投资严重亏损。 贾跃亭还总是能抢先一步,置身于杜瓦,顺利套现远走高飞。 贾跃亭与许家印之争,究竟是重现前几次的结局,还是对赌失败而被迫出局,则就成为了最大的看点。 此次贾跃亭开赐许家印,令人颇有些意外。 当初贾跃亭融资信用破产,为FF找投资方式,可谓是四处碰壁,多个融资传言深遭到金主否认。 最终许家印身处援手,前下三年内投资20亿美元的贺约,堪称贾跃亭和FF的救星。 然而,贾跃亭八个月就把恒大第一笔支付的八亿美元花光了,又要求提前支付7亿美元,未成后借此提出重彩。 向剥夺恒达权益并毁约,导致双方开私,逆月期仅过去四个月,双方就公开决裂。 显然利益冲突之大,已经无法自下解决了。 而贾跃亭的举动,令人想起此前众多被骑坑过的商界大佬,眼看许家印就要布他们的后尘,面临鸡被淡打的结果。 这俩然是现代版的龙夫与蛇故事。 不过,抛开非理性的情绪,仔细看双方的纠纷,可以发现背后是对FF控股权的争夺,主要涉及到双方的现实利益,并没有太多传说中的阴谋、阳谋。 今年6月,恒大和FF签订对赌协议,如果在2019年不能实现量产,假月停加失去一股市票的权利。 恒大向主导FF的经营,假月停曾口头承诺,FF就要在2018年底实现量产,2019年投入生产10万辆。 可至今,FF仅发布了一台预产车,何时正式量产上不确定。 显然,在对赌协议的制约下,假月停面临控制权失守的危机,此时抢先巴纳提起重裁,实则是想通过保住自己对FF的控制权。 由于双方此前签订了补充协议,同意在满足支付条件的情况下,恒大可提前支付7亿美元,可具体内容并未公开。 该条件究竟是否严苛,假月停能否实现,意味可知,也成了一个谜。 而在假月停诉诸于香港仲裁中心提出仲裁后,恒大公开宣称聘请国际律师团队,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。 汉文恒大在相关协议下持续享有的权利,预示双方纠纷进入司法阶段,需要依照政治和法律,决定FF控制权的最终归属。 在此之前,大家不妨静观其变,没必要瞎猜测或者乱传流言蜚语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